一切为新造 实际上很多事情都是我们自己想出来的 不开心也是想出来的 烦恼也是自己找的 我们一个人活在世界上 我们有多少烦恼生出 难道不是自己找来的麻烦吗 所以有句话叫自造烦恼 我们人就有一个毛病 喜欢自造烦恼 要记住 一切为新造 新生则夜生 你心里生出来恨人家的心之后 你的心就会有恨的种子种下 如果你心中生出善良的种子 你的心就长出美好的过失 大家都知道 在日本曾经做过一个实验 用水 一杯水 然后呢 跟对着这杯水 拼命的说 你是一个很好的水啊 你这个水能帮助我们啊 我们很爱你啊 讲了很多话之后 就放到冰箱里 放到冷冻的柜里 等到几分钟 十几分钟之后 把这杯水拿出来 他所接的那些花 漂亮 如果你打这杯水 对着他骂 说你很丑恶 你非常坏 我很恨你 不停地讲 五分钟到七分钟 然后你把这杯水 放在冰箱里的冷冻壳里 过了十几分钟 当你拿出来的时候 那些条纹 那些图纹 是丑恶无比 大家想想看 我现在讲的是水 难道人的脸 不就是这样吗 如果这个人的脸 天天被人家骂 他的脸会好看吗 他能像台长一样好看吗 大家要明白 做人 就是要经常听人家说好话 才会发誓充满 对不对 那么怎么样让人家说你好话呢 那么你先说人家好话 那么人家才会说你好话 对不对 过年的时候 恭喜恭喜啊 恭喜巴财啊 同喜同喜 你也是 这不叫报应吗 这叫上报应 谢谢大家 我 那么 我 这是 你 我 我 你